好 断言关心 112年汽机车使用牌照税4月1号开征 税务局表示缴款书都已经寄出了 如果民众没有收到或者是遗失 请向税务局或者是监理站申请补发 缴税方式方便多元 如果使用行动支付或者是线上查缴税 可以参加千元礼券的抽奖 税务局也提醒您要记得缴税 112年汽机车使用牌照税4月1号起开征 税务局表示缴款书都已经寄出 如果民众没有收到或者是遗失 请向税务局或监理站来申请补发 缴税的方式非常多元 如果使用行动支付或者是线上查缴税 还可以参加千元礼券的抽奖 使用牌照税已经开征了 开征的期间为4月1日至4月30日 4月30日因为为假日 5月1日银行业因为劳动节补价 所以我们的缴纳期间顺延到5月2日 我们的缴款书已经于3月17日前面即发 如果还没有收到缴款书的民众 可以到我们花莲地方税务局玉里分局 花莲监理站玉里分站申请补发缴款书 缴款书在3万元以下的民众 也可以到家附近的四大超商补发缴款书 利用多媒体事务机只要输入车号加身份证字号 或者统一编号就可以到超商柜台缴纳 为了鼓励民众网路缴税 在缴纳期间只要使用行动支付或线上查缴税的方式 缴纳使用牌照税 我们将各抽出15名的得奖者 得到1000元的礼券 那总共会抽出30名 地方税务局表示 今年缴款截止日期因为遇到假日和劳动节 顺延到5月2号 不过税务局还是提醒大家要在期限内缴款 以免于其要被加征至纳金 介续回欢事报道